伊尔库斯克的蓝宾 从这个季节就开始 可以看到了 蓝宾第一次看到的人 会觉得很恐怖 感觉能看到地心里边去的感觉 是吗 它透明的 它一直看得很深 你在开车也好 走路也好 你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从来你没有看到过那种景象 看过吗 没有 没有吃过猪肉 还没有见过猪跑吗 还有厄瓜多尔 那个地方好像不容易去到 对 厄瓜多尔 是在南北州的赤道分界线上 它有两座赤道纪念碑 然后你跨在赤道分界线上 你左脚跨过去你在北半球 右脚跨过去你在南半球 然后你的身体的中间就是赤道线 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 2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您是姓银是吗 对啊 就这个是少见的姓是吗 对对对 我姓那个银行的银 你要找一个媳妇姓金就好 你们还碰到过生活当中有哪些 比较少见的姓你们碰到过吗 就我自己 善这个不算很 但是很多人都叫丹 有时候接了电话就说 你好 您怎么称呼 我说我姓善单位的丹 什么 然后我说我姓王 好嘞 王小姐 1号 我之前有个同事姓干 干活的干 干饭 干江墨爷 那是春秋时候的事 对对对 你这个名字 有没有人给你小时候起过什么外号之类的 小时候家里人给我起名字 本来就有俩被选 一个叫银行 还有一个叫银多多 因为我叫银泽 男朋友会跟我开玩笑 你是赢得 输不得 你说你碰到过很多自然灾害 对 你都碰到过哪些呢 这个太多了 有踏坊 山体滑坡 泥石流 然后高山吹大风 还有洪水 比如说这一张洪水 就我当时在家里面被洪水困了 三天 四个晚上 我家里面停水 停电 停气 手机没有信号 什么都没有 最后实在没水了 我说我没有办法 我得下去 我以为自己能够走出去 因为我不会游泳 然后我就出去汤水 结果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过了一个马路牙子 那个水就到我的脖子了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微博上 说你落水的时候 你遇事不要慌 你要掏出手机发个朋友圈 我没有 我开玩笑的 这个时候我水已经 逐渐漫过了我的鼻子 我就以一个非常别扭 但是能够浮起来的姿势 在水中浮沉两三分钟 等着那个救援队 把我救上去了 那男嘉宾 黄老师 那三天你在想什么 我每天就坐在窗前 看那个洪水 一点一点地把 小区下面的绿化带 把那些墙 供电站 渐渐地淹没 每天就坐在那儿 百无聊赖 然后你要写首诗 我没有写诗 我没有写诗 因为我好饿 你下次要出门的时候 你先发个朋友圈 也是一个积德的事 对 告诉大家 我下面要去哪 该避的 避你避 21号 谢谢莫菲老师 男嘉宾 你好 就我想跟你说 我们两个真都是福大命大 就当然不死比我后福的那种人 就我经历过一次大地震 就蛮恐怖的 那个楼都裂了 然后经历了一次 我不小心失足 24楼掉下20楼 掉了4车楼 然后我真的 现在啥事都没有 就直接健康 就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就变得很胆小 但我看你VCR里面 我觉得你好像经历过这些 你还是很勇敢 还是勇于去探险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佩服 谢谢 因为就是我觉得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该来的你也是拦不住的 所以大胆去精力就好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学一下游泳 就是如果你的爱好 是走遍五湖四海的话 这个不会真的 让人心里很心揪对吧 对 对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小时候 我们家后院就是有一个那个井 然后我小时候就 就因为贪玩 然后爬到井盖上去吧 然后就蹦 蹦下去了 头冲下 对 朝下 然后直到我现在 头头正还有一个疤 然后呢 后来呢 然后后面刚好有一个阿姨 在打井甩起来洗衣服 她就这么拽扰我的脚了 你知道吧 你看到井有什么感觉现在 小时候我是蛮怕的 下面就是雾气骂黑的一片 因为不敢睁开眼睛 然后现在长大 如果我再下去一会儿 一定要把眼睛睁大 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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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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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